就除了我之外,還有婕宇跟我們的爸爸在場 就是三位非洲邦 然後同時能鋪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幫你幫我洗腳 好,怎麼又玩? 又! 按照是不是又玩? 不好意思,按照就有了 好,不好意思 好,本人對於新科技有點太重心,不好意思 那反正就是 我來介紹一下 我重新開始介紹一下我們非洲邦是在幹的 那 咦 等一下,是不是 等一下,要這樣? 好,沒關係 那我本來想說一開始先介紹非洲邦 那我先介紹我的任務 我今年就是暑假的時候我要去坎亞 去了解當地一個叫做Toshika的組織 那這個組織主要是在當地從事塑膠非洲 還有就是在世的一個NGO組織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了解那個Toshika組織的主要是 他們會把 因為其實非洲那邊也有很多的塑膠垃圾 但是他們並沒有一個妥善的 像台灣這麼明確的 分類管的體系 那他們就是有Toshika進出之後 他們就把這些塑膠垃圾呢 重新回收成那種 仿製的東西 然後仿製成一個一個的包包 然後拿去賣 那拿去賣是主要是由當地的婦女去賣這些包包 去行銷這些包包 那這些包包也成為當地婦女的一個生技來源的東西 所以解決了他們當地環保還有就是婦女生技的問題 那我會訪談就是說當地的居民還有員工對於這個社會企業進出的看法 還有就是想要了解說這些員工他們在這個企業還沒有進出之前 是從事哪些生技的一號成為生獎 那我也很想知道說就是塑膠回收如何改變當地居民對於所謂的廢企物 所謂的塑膠之間勒策的想法 那最後也想要討論說為什麼是Toshika這組織在當地獲得這麼大的成功 而不是其他比如說台灣有很多不同的塑膠回收產業 而不是其他那種類似的情況去獲得成功 所以然後再討論說台灣其他那種不同形態的塑膠回收企業進入當地的可能性 那在任務之外的話就是主要是自己是考不得氣嗎 還有就是興趣的員工剛才都講到 所以我也想到坦上明亞採訪中被大力的鼓手 還有掏皮膝還有導石礦根 然後希望你能夠對自己的旅程有所啟發 然後也讓大家能夠看到更多元的非洲都非 對 然後是政府的旅行行程大制規劃 主要是這個點是首都的部分的坑壓首都這樣子順行爭到一圈 然後就是包翔眷手都涵蓋到 那 好 那這個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時間我們再多講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非洲幫的部分 Yeah 就是Lightning Dog從非洲看見台灣的介紹 剛剛就結尾他也穿一個我們的幫扶 我今天沒有穿很不好意思 那 大家堅持得跟你講 上一場就是我們之前 上上禮拜在北部辦的分享會 我們總共辦的三場分享會 明天是最後一場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也去參加 那為什麼我們會成立非洲呢 主要是第一個最粗淺的目標 就是說打破我們對於 過去對於非洲大陸的刻板印象 就是想想你們對於非洲印象是什麼 飢荒 戰亂 還有什麼吃人肉啊 艾滋病啊 天氣好熱什麼之類的 但是其實比如說像我要去的肯尼亞 它其實 平均海拔有到一千五百多公尺 所以我去的時候其實只是七月多 七月多 還是當地氣候還是大概差不多二十三二十四度 非常涼爽的天氣 所以其實非洲不只是熱 還有很多其他想像空間 然後我們對於當代非洲有太多的誤解 還有一些刻板印象 所以我們想要打破 謝謝 這個刻板印象 對 就是更了解當地人 對 然後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the true size of the happy heart 就是非洲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小 非洲不只是一個國家 它是一個州 它不只是一個country 這樣非洲你看就是 它可以把那個咖啡色是美國 然後橘紅色是中國 還有這個是印度的部分 然後光是馬來加斯加這個地方 就快要改變一個英國 所以其實非洲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大 也代表他們裡面的種族 裡面的生態非常的複雜 並不是只有我們看到的黑人這樣 那再來講到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非洲幫想要打破那個既有偏見 然後我們也是抽到 一個TED 一個奈吉利亞作家 這篇文章還有這個TED演講的影響 他就說 他在他那邊演講裡面就講說 就是他 他其實是奈吉利亞的作家 然後他高中的時候 就去美國念書 但是他在重製寫作的時候寫小說 然後有一位教授跟他講說 你寫的小說不是真正的非洲 他說你 他說他的那個書中小色 就是一般中產階級啊 喝咖啡啊 然後就是開著好吃啊 那些不是真正的非洲人 他覺得說 這位作者描述得 沒有想拿到真正的非洲 然後他就在思考說 到底怎樣叫真正的非洲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 才叫真正的非洲 但是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些 所謂外國人 所謂外國人或西方人 他們對非洲有一個單一故事的刻板印象 這刻板印象他們當然不是說 他們不是不正確 但是他們 很不完整 就是 讓這個 片段的故事成為唯一的故事 對就是非洲當然出了什麼愛滋病 什麼東西當然是有的 但是其他美好故事 我們也不應該忽略他們 那也是同等中標的 那就是同等 講到其他 故事的部分 我們就要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看到我們台灣人 接受到的非洲資訊 什麼是不好的 這跟媒體的狀況 媒體的有關就是 就是我剛剛 這個題目嘛 就是外面眼中的非洲 為什麼總是不好 因為就是 台灣主要是仰臺BBC 或是紐約時光這些 主流的新聞媒體獲取國際消息 可是那些國際消息 他們 他們了解的不夠全面 而且他們都是以西方 本位的觀點去思考 而就是 新聞的運作常常是 以事件為打算 他們要爽動 所以他們在譬如說 什麼非洲的 我們常看到哪有 非洲什麼 某個部族啊 什麼巫術啊 什麼吃人肉 什麼之類的 都只看到寫新聞 或是什麼奈吉利亞 什麼爆炸之類的 這些很爽動 能夠吸引了觀眾的目光 但是也 因此我們就是 更加重複的展示這個刻板印象 對 就是看到一則則 符合外界期待的非洲故事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 非洲書的封印都是這棵樹 就是 就是 對啊 就是我們每次看到非洲 傳算都是獅子 我們非洲獅子 對 那在 那在路格 就是艾比卡尻斯的空群中 就是那個 版主他就是展示了說 36本就是 非洲作家 還有非非洲作家寫的 有關非洲的書 可是這些書籍 書籍非洲 很多不同地方還有不同的議題 但是他們的封面 都是長這個樣子 你看 橘黃色呢 就是也一顆樹啊 然後很漂亮的日若 雖然是很漂亮的每一座 但是 你跟妳講的東西是 你講的議題是不一樣的 還問的地區也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都是走這個故事 這樣子就是會落入單一一顆藍牆的科就這樣 那因為我們想看到除了剛剛那個橘色之外 有不同故事的風景 所以非洲方成立的就是我們是Lightning Star 就是一群即將前往非洲年輕人 今年暑假我們將前往七個非洲國家進行有任務的旅行 那在這道旅途中我們將著手於四個面向 就是崛起創新人文自然 還有醫療光環跟我自己是社會企業的部分 然後想要將這些資訊帶給台灣 讓大家認識就是單一故事以外 就其他故事的領舟這樣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能夠收集大家 對於非洲的相關疑問 所以我們之前就辦了兩場分享 分別也是最後一場 那就是希望能夠在你途中找到更為完整的解答 然後回來之後 我還有辦一間分享會那個等一下結尾的介紹這樣 那我們在除了一開始的想要看見不同風景之後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電影大部分表示說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去不同的任務去做參訪計畫 那因此非洲幫外庭會發展成說 就是去當地帶子的點 然後弄成台灣跟當地民間機構之間 那種點對點之間的交流平台 而不就是直接的交流平台 然後直接有合作機會 而不是說像過往 我們還要輾轉的透過西方媒體 或者是一些政府從台商 怎麼去跟他們接觸的 咦 還有一分鐘耶 耶 我想玩了 不好意思 還有看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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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 谢谢大家